國際人權理事 中國問題專家 吳文欣先生 吳三厚 嗨 李李 你好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是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7月31日加拿大國防部表示 一艘加拿大軍艦是穿越台灣海峽的 目的是支持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但中共為什麼就跳腳呢 吳三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加拿大和美國一樣 和歐洲 歐盟的看法一樣 就是認為台灣和合的中間那裡的水域 和整個南中國海的很大一塊範圍的水域 是屬於國際海域 國際水域 就是所有國家都可以在那裡自由含恨 美國就不單單是這樣的看法 整個西方 整個日本 所有民主國家都是這樣的看法 美國還一直 其實幾十年來 一路 天天 或者最起碼每個星期 都有美國的軍艦 穿過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 美國自己的說法就是要宣示航行的自由 擁抱海自由 擁抱海自由 現在加拿大 所以這個新聞是什麼呢 一個比較屬於中立或者比較溫和的加拿大政府 都不單單是用口來講 說這些海域是國際海域 是世界海運必須要的自由 所以不同意中共的看法 因為中共認為台灣海峽是內海 南中國海百分之九十的 都是屬於中國的內海 矛盾就是這裡了 人家認為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這次最新的發展是什麼呢 連加拿大的這樣的國家都用實際行動 來向中共宣示 他們是會為了航行自由 不惜一戰 因為你用軍艦去表示這個航海的自由 其實就是等於說 你如果不讓我這些貨船穿過這個 我就會用軍艦來保護他們 如果你用暴力來禁止加拿大的貨船 通過這個海域 加拿大也都會用軍事力量反擊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非語言的語言 是用實際行動來表態 其實加拿大不是一個唯一的 美國是最厲害的 日本也是 澳洲是澳大利亞 還有歐洲的大國 法國 德國 英國 都曾經派過軍艦 在這個海域表示航行的自由 所以這次加拿大都加入這個隊伍 可以說是而且它是自己來的 加拿大曾經參加過 由美國領導的在南中國海和土安海附近的軍事演習 這個加拿大一直在做 德國 法國 英國 一樣 都是一直都參與的 每一次美國搞一個大型的海軍演習 在這個地區 就是在南中國海地區演習 這些國家一直都參加的 最近一次應該就是在7月中的時候 上兩個星期才結束 一個29個國家參加的 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 就是其實南中國海對外 這個夏威夷 接近夏威夷的海域 29個國家進行 歷史上最大的海軍演習 那個演習 就是每個人都看得出 它的假定敵人就是中國 所以加拿大這次這個行動 其實有新鮮的部分 也都有一貫的做法 一貫的做法是支持海自由 不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內海 也都不承認南中國海 90%是中國的內海 新鮮的地方就是它自己來 自己獨家 派了一艘護衛艦 是 就是說牽涉這個 中共你就不用去阻止人家的自由航行 因為這個是國際線 你有什麼道理是霸道呢? 霸佔人家的國際線呢? 第二個新聞就是 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從未成功呢? 是 不想說一下這個 就是在各方面 經濟啊 民生啊 民主就不用說了 因為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反民主了 但是呢 它共產黨搞局社會主義的時候 都是把這個社會主義吹得很好 我們通過社會主義 我們通過社會主義 階級差別 基本上可以消滅 或者是好勢好勢 人人平等 就不會再有這個人剝削人啊 什麼東西啊 講得很好聽 還有呢 這個 要操作一種人間的天堂 還有呢 它的做法呢 它認為呢 這個社會之所以不公平呢 是因為呢 資本主義呢 是比一些富起來的人 越來越富 越窮的人 越來越窮 所以那個差距就越來越大 那麼他們這些共產黨人呢 的做法就是什麼 我們搞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什麼呢 一切國有制 國有制 國有制 就是所有的財富 是要歸國家的 那麼中共一上台 沒多久就曾經搞過 這個 它開始就騙一些商家說 搞公私合役 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國家的 一半是你私人的 那麼結果呢 搞搞下呢 就全部變成了國家的 大家 就是從50年代末期 60年代70年代 中國大陸基本上 沒有私營的企業的 全部變成了國家的 那麼結果 結果中國經濟呢 面臨全面崩潰 真的崩潰 中國 當時 中國大陸 是真的一窮二白很慘 餓死很多人 生活非常貧困 那時候呢 香港來說 就是70年代 香港人的生活水平 對於大陸人來說 就是天堂一樣 大陸人很慘 差不多是地獄中 就是還唱社會主義怎麼好 後來呢 鄧小平為了要救共產黨的命 就搞社會主義 搞少一些社會主義 就開始又加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進去 那所謂加資本主義元素 就是什麼呢 容許私有仔 但是呢 這個容許是暫時的 一種策略上的緩兵之計 由於中國人是很勤奮的民族 還有很精靈 很精靈 很精靈 很聰明 很聰明的民族 所以呢 當鄧小平 給中國人這些自由去搞經濟 嘩 很快 20年之後 嘩 富起來了 好了 後來入了世貿之後 就富得更快了 因為入了世貿的成員國 很多那些出口不到的關卡 就會自然消失 因為你是屬於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 大家很多關稅你不用給 很多海關卡住你 那些全部都沒有 所以中國經濟就起飛了 但是 我也說 共產黨是為了救自己絕命 所以搞經濟改革 它不搞政治改革 它這個改革 叫來叫去都是經濟的自由化 那是經濟自由化呢 是政治上 是共產黨一路 撐著你 釘著你 管著你 好了 到你那些民營企業很成功 民營就是私營 那它就想辦法 怎樣把你民營的錢 搶回來 大家都不用再重複了 大家都知道 連這麼大的公司 阿里巴巴馬雲 一腳就把他踢走 一腳就逼他 把他的股份 賣給共產黨的代理等等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本職 所以最後呢 它這樣做呢 其實呢 又是將經濟拖回去 因為他的共產黨那個 習近平說的那個不忘初衷 他的不忘初衷 他的初衷就是要搞社會主義 要搞人人敵等 要搞一切國有制 其實他真的要的是什麼 他用國有制 美其名國有制 他就是把所有的經濟資源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裡 因為他知道 權力不是單單來自於你有軍隊 你有警察 也都是來源於財富 你有錢都是有一定的權 他是連財富這種權 都不願意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他是利用暫時給你一些自由 讓你民營企業扶起來 一一扶起來 他就要加強他對你的控制 所以就來一招國進民退 大家知道國進民退 不是今時今日假的 六七年前 習近平就開始要叫國進民退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是這幾年來的國際民進的後果 那個後果是什麼 再加上當然了 三年的風控 後果就是國進 他進不是進步的 因為國營企業沒有進步 國進是什麼 是進攻民營企業 將民營企業收購 搶回來 國進民退 民退就慘了 那些民營企業家 全部都被他們偷了錢 偷了錢 搶了錢 所以民營企業家 是最喜歡想著怎樣去用 How to run 怎樣去走路 所以你看 他一搞社會主義又是死了 那這個大紀元 這個美國思想領袖這個系列 非常精彩 是我的朋友 他採訪美國的精英 可以說 美國 不單是美國 其實各界的精英 不主於是美國 他採訪過一個 最近採訪一個 就是一個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他就是解釋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社會主義總是不成功 因為其實很簡單 社會主義搞的就不是資本主義 他搞的那些國有制 就是把一個人 一個人 他認為人應該沒有私心 但是不是這樣的 那個所謂的資本家 他是自己身身苦苦創立一個企業 身身苦苦去工作 去做很多很多各種 解決很多很多困難 做很多工作 慢慢一路一路 將他創建的公司建立起來 還經過重不重困難 開始賺錢 他在管理上要做得好 投資的方向要適合 投在市場的哪種產品 是最合適的 這個他都要考慮的 還有對他的員工 要怎麼好好照顧那些員工 讓員工有很高的積極性 同時又要帶領員工 每個人都明白 我們公司的目標是什麼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你跟公司才會成功 這些就是一個企業家的貢獻 企業家的責任 你做什麼都要帶領你的群眾 共產黨搞那些國營企業 社會主義國家搞那些國營企業 通常那個國營企業的大老闆 總經理 總裁 他們首先是共產黨信得過的人 對共產黨忠誠的人 所以這個人不一定是很內行 不一定是一個真正有能力有經驗的企業家 那你就死了 所以中國大陸那些國營企業大多數是虧本的 不虧本都賺得很少錢 賺錢的幾乎全部都是民營企業 所以這個社會主義肯定不對 因為社會主義是違背人性的 其實一個企業家 他辛苦去工作 因為這間公司是他的 不是因為他的私欲 他的私心 其實不是 而是有一種分工 你總要去分工 有的人要做總裁的 有人要做副總裁的 有人要做市場經理 有人要做生產主任 生產部的主任 這是一種分工 最後一般的工人 都是一種分工 大家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經驗 一起來合作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體制 就是怎樣將這些人 比較合理的一起 在這裏互相配合、互相合作 創立一個企業 和令這個企業賺錢 這是很正常的 其實社會主義國家做力是一樣的 但是他首先考慮的是 他共產黨的權力 所以他做國營企業的頭 很多是外行人 但是他是對黨很忠誠 那你就成功 所以經濟是一塌不動 另外很多 就是一個國營企業的積極性是很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老闆對他來說 那個賺錢不賺錢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共產黨的老闆高興 因為我很忠誠 我講話一開口就怎樣 在我黨中央的領導下 在習主席的核心周圍 那些什麼全結一致 講什麼空話 那你就可以保住你的烏沙 但是你對於企業的業績 一定有用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 最近大家知道南美洲的一個國家 委內瑞拉變天 他選舉之後 有人說他是作弊的 因為反對黨認為他得到 百分之七十多的票 但是那個被政府控制的所謂選舉委員會 就強行就說 反對黨是得到百分之三十多的票 而執政黨得到百分之五十一的票 所以宣佈執政黨可以留在那裡繼續 那些人希望是在生日後 在往日少約二十五年 因為一定會一直gef 它們的選舉 大家說 大家知道 這個《出來的權力》 全國會 《出來的權力》 大家聽說 《出來的權力》 它得天獨厚 它地上有無數的石油 當時委內瑞瑞是南美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它每天能夠生產300萬桶石油 25年的社會主義 今時今日它每天生產的石油是10萬桶 和20年前的300萬桶相差實在太陽 原本委內瑞拉人的生活水平屬於整個南美洲最好的 現在是全南美洲最多難民到處逃難的國家 以前是相反的 以前我都是南美洲國家 想移民去委內瑞拉人有錢生活很舒適 這些就是社會主義分子的所謂偉大貢獻 能夠將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 最富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厲害的國家 沒錯 他們中共的社會主義 那些所謂的領導 他們努力工作或者偷懶都跟他們無關的 因為他們是得到非常高的俸綠 是有很多錢的 所以他們努不努力呢 他們都是會得到他們一份工資的 他們說他們的工資有這麼多 所以他們的百姓才怪 那就是為什麼這個社會主義系統 從未成功的原因 因為他們就對那些工人 沒有這個激勵的機制 激勵的工人去努力工作 就會賺更多的錢 但是他們就不是的 所以他們就得不到這個發展 還有人家師不想說 非常之正確 是啊 我以前在西方的大公司做 人家全部都是私營的 或者股份公司都是私營的 你可以感覺到幾乎所有的領導層的高管 他們是非常非常關心公司的前途 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他們天天都要考慮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你不夠厲害 你的公司不夠厲害 你被人打敗 競爭失敗 那你就慘了 什麼都沒有 整間公司都要破產 中國大陸 他們都不想破產 但是不會這麼緊張 因為你想想那些國營企業 那些國營企業不是我的 我雖然是做總裁 做董事長 都不是我的 我在幫共產黨 撐住那幫人而已 是吧 那些民營企業呢 他們就很積極 所以為什麼這個改革開放這30年來 賺大錢的 幾乎全部的民營企業 還有創造很多就業機會的 甚至80 都是民營企業創造的就業機會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現在經濟不行 因為那些民營企業富起來之後 發言 原來你共產黨呢 30多年前就說給我們什麼自由啊 容許私有制啊 但是其實是給我們的自由 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賺到錢之後 共產黨就用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 就是暗偷明搶 把民營企業的錢搶到自己 很多民營企業感怒而不感言 我認識的一些商家人 他們都覺得很放彤 被共產黨騙了 所以你怎麼可以真的建立一個穩定的經濟 人民的生活是穩定的 改善 不斷地改善 還有是有一個持久性的模式 現在中國經濟最近20年是可以說彈花一年 由2000年到2019年或者1815年 2000年到2015年這15年裏面 是中國經濟的黃金時代 但是黃金時代已經一句不復法